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秦始皇统一六国 稍疏坑儒定霸业 二李白九仙师盛 江湖豪放莫保千古 三郑河下西洋 宝传出海斩帝国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秦始皇统一六国 稍疏坑儒定霸业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一手打造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皇帝 秦始皇 他的故事比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 首先 秦始皇名叫嬴政 是秦国的国君 他在位时 可谓是一位极具野心和行动力的改革家 他在前221年 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 从此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国时期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秦朝 这件事情 如果放在今天 大概相当于一家公司 并购了所有竞争对手 一夜之间成为市场独霸 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开始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措施 他标准化了文字 度量横 货币 甚至连车轨宽度都不放过 这种做法 如果放在现代 大概就像是强制所有手机厂商 都要使用同一种充电接口一样 方便是方便 但也不免有人嘀咕 然后 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烧书坑儒 秦始皇在位时 为了巩固统治 减少思想上的分歧 下令焚烧了许多古籍 特别是诗 书 艺 春秋等经典 只留下了农学 补试 医药 树木的书籍 这种做法 如果放在今天 可能就像是某个国家 决定屏蔽所有社交媒体 只留下网上购物和外卖平台一样 大家可以吃得好 但是想说什么 就不那么自由了 至于坑儒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一直有争议 但传说中 秦始皇曾下令 将四百多名儒生活埋 以消除对他统治的意义 这种做法 如果放在现代 那可真是比任何恐怖片 都要来得惊悚 秦始皇的这些举措 无疑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霸业 但也因此 树立了众多敌人和不满 最终秦朝在他死后不久就崩溃了 这就好比一个CEO 虽然业绩斐然 但是管理手段过于强硬 导致员工士气低落 最终公司也难逃一败涂地的命运 秦始皇的故事告诉我们 统一和创新固然重要 但是如何平衡权力和人心 则是一门更深的学问 不过 不管怎么说 秦始皇留给后世的话题和争议 足以让我们这些历史学家 有的聊上千百年 这点倒是挺感谢他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李白九仙师盛 江湖豪放莫保千古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古代的摇滚巨星 李白 他不仅是师坛的超级巨星 更是九经界的常客 可以说是古代版的九仙师盛 他的人生就像他的诗一样 豪放不羁 充满了江湖气息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大诗人 李白 自泰白 好清廉居士 唐朝时期的诗人 被后人尊称为诗仙 他的诗作丰富多彩 题材广泛 风格奔放 想象力丰富 被誉为诗中有话 话中有诗 他的诗作如 江敬酒 卢山瑶 叶博牛主怀骨等 至今仍被人们传送 李白的酒量如何呢 据说他能一口气 喝下数斗酒 而且酒后吐真言 常常酒嗨而热之际 写下千古绝唱 他的诗中 充满了对酒的赞美 比如五花马 千金球 或江初换美酒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 摇滚明星 为了好酒 可以把豪车名表 都换掉的态度吗 李白的江湖气息 也是非常浓厚的 他曾经游历四方 结交了许多朋友 包括山中影视 江湖豪客等等 他的诗作中 常常流露出 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比如采举东立下 悠然陷南山 这种闲适的生活态度 简直就是古代的 文艺青年典范 当然 李白的一生 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曾经因为 得罪了权贵而被流放 但即使在逆境中 他依然保持着 豪放不羁的风格 写下了许多 感慨实事的诗篇 最后 我们来谈谈 李白的墨宝千古 他的诗作 不仅在当时 激受欢迎 而且影响深远 至今仍被视为 中国文学的瑰宝 他的诗作中 融合了哲学思考 艺术想象 和个人情感 形成了独特的诗风 被后人称为李白体 总之 李白就像是 古代的摇滚诗人 他的生活和诗作 都充满了不羁和自由 他的墨宝 确实能够流传千古 不过 同学们 虽然我们可以 欣赏李白的豪放 但别忘了 适量饮酒 健康生活 不然 你们可没有李白 那样的酒量和才华 来成场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郑和下西洋 宝船 出海斩帝国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明朝的海上巨星 郑和和他那些 让人择舌的宝船 想象一下 这位三宝太监 不 不是那种三无产品 无糖 无汁 无味 而是真正的海上探险家 他的船队 比哥伦布的那艘小帆船 看起来就像是 巨无霸旁边的迷你汉堡 郑和 原名马三宝 后来因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他改名唤姓 成为了皇家的忠实仆人 也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 他的下西洋 可不是去海边 玩水那么简单 而是带着明朝的威严和礼物 去和远方的国家打个招呼 顺便展示一下 我们的船比你们的大 从1405年到1433年 郑和七四下西洋 足迹遍及东南亚 南亚 中东 乃至东非 他的船队规模之大 据说最多时达到了300多艘船 船员人数超过了27000人 这个规模放在今天 也能轻松组成一个中型邮轮公司 而他的宝船 更是传说中的海上巨无霸 据史料记载 这些宝船长可达120米 宽约50米 比哥伦布的圣马利亚号 大了好几倍 这些船只装载着丝绸 瓷器等货物 还有一大堆用来交换的礼物 可以说是当时的一栋天猫 郑和的航海 不仅仅是为了交易 更重要的是 为了展示明朝的强大 和求得他国的朝贡 他的船队到达哪里 哪里的国王 就得端着贡品 排排站 表示臣服 这种友好访问 有点像是现代社交中的炫富 不过是用国家的规模来炫 不过 郑和的航海 也不是一帆风顺 他们遇到过风暴 和海盗打过交道 甚至还有传说中的海怪 但是 这位海上的郑老师 总能用他的智慧和勇气 带领船队安全归来 最有趣的是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后来在中国成了一句俗语 三宝下西洋 无事不登船 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 他是不会出海的 这句话后来被用来形容那些 不做无畏事情的人 也许是对郑和精打细算的 航海策略的一种赞赏吧 总之 郑和的下西洋 不仅仅是海上航行的壮举 更是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 展示了一个帝国的富强 和对外开放的姿态 而他的宝船 至今仍然是航海史上的 一个传奇 让人惊叹不已 总之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充满了冒险 勇气和无限可能 他的航海壮举 展示了明朝的富强 和对外开放的姿态 同时也给后人 留下了无数的故事和传说 我们可以看到 郑和的航海 不仅仅是一次商业活动 更是一个帝国的展示 和交流的机会 他的船队和宝船 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虽然郑和的航海中 也遇到了困难和挑战 但他总能凭借智慧和勇气 克服困难 带领船队安全归来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勇气和冒险精神 是成功的关键 只要我们敢于挑战和探索 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郑和的航海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觉得 他的航海 对中国历史有何影响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